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为了纪念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百岁名诞 《联合早报》推出永生书 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 请来朗诵家张妙阳为李先生配音 让新加坡全岛清洁、律意盎然 以及人民居者有其屋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在制定所有政策时的一个基本原则 而它已作效 除了财政和国防 建立平等社会是李光耀治国时 优先考量的事项之一 他认为如果无法让所有新加坡人 都享有干净、绿化的环境 就无法贯彻这种平等的观念 今天不论你是住在一房、二房、三房、四房或五房式组屋 执行共管公寓或有地住宅 环境都是干净的 你住的房屋并不平等 但你还是可以和每个人一样 享有干净的公共空间 李光耀的硬道理还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吗? 联合早报播客系列还是硬道理吗? 邀请嘉宾一起探索 这一期的主持人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韩永梅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前国防部政务部长顾蔡基先生 从政期间他也在财政部、国家发展部、环境及水源部担任政治职务 从1991年至2011年 顾先生也是单容八个集选区议员 单容八个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的选区 顾先生你好 刚过去的周末我重听了硬道理第九章 绿化新加坡后 傍晚我刚好在主屋的邻里运动 走在人行道上 旁边是郁郁冲冲的植物 脚下是很干净的那个人行道 那是个北部的主屋区 其实在我小时候那里是一个甘榜 如今它是一个整整齐齐的主屋区 那些主屋都建得非常好 甚至比旁边的私人公寓还好 就是比较定期的去整理它打扫它 如果要说今天的屋价的话 这个属于新加坡北部的区 在全国范围里面肯定是中等 甚至中下的 但是这里的居民享受的是 可能五级芝麻 汤森路的私人住宅区 都没有的公共设施 而且那个街道 人行道都比较宽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我真的想起 在印道理第九章 绿化新加坡里面 李自郑所说的 如果我们不能打造一个 全岛皆清洁的社会 那我们将会有两个阶级的人民 一个来自上层 中上层和中层阶级 居住环境舒适高雅 另一个来自中下层和工人阶级 生活条件极差 那样的社会绝对无法兴盛起来 那时我们正要实行国民服役 他相信没有一个家庭 会愿意让自己的儿子 去为那些住在大洋房 或者坐拥高楼的有钱人送死 因此让新加坡全岛清洁 绿意昂然 以及让人民居着有其屋 是很重要的 这是建国总理李光耀 在制定所有政策时候的基本原则 所以绿化与卫生 在他来讲 是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重要原则 我们今天来谈这个绿化的时候 想请问顾先生 您在他身边工作了很多年 你觉得他的这个绿化跟清洁的概念 是怎么来的 李光耀就是一个中上的家庭 他的家Oxley Road 可以说在新加坡 五十六十年代 比较富裕的一栋房子 可是他在丹尔巴嘎做一员 他选择丹尔巴嘎 是因为丹尔巴嘎是一个 比较是贫穷的一个选区 那么他住的地方 Oxley Road 五角的地方 都是很多树的 他也觉得 他的地方比较富裕的 为什么富裕呢 当然房子比较大一点 可是很多树木 鸟语花香 可是你去到牛车水 丹尔巴嘎在牛车水的隔壁 都是一只烂楼 都是木屋来的 那么居民都很贫穷的 当时他们也 住在那个地方 因为能够谋生 他们也想到 什么鸟语花香这种环境的 优雅生活呢 根本是天马行空的一个课题 所以他说 他在那边当议员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 改善人民的生活呢 首先要制造这个聚业机会 如果有了工作 要有优雅的环境 优雅的环境呢 最容易的就是植树 那植树能够带来 就有很多好处了 健康的生活呢 而且能够调养新生呢 空气也比较好 那么也希望呢 把这些优雅的生活呢 让中下的这个居民 有一种享受的机会 那么他植树呢 可以达到很多目的的 那第一是 把贫富的距离拉近了 那还有一个呢 是经济效果 当时呢 新加坡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嘛 那么63年 它就开始植树 65年我们独立嘛 当时工作机会 也没有什么多 那么英勋要撤退了 当时呢 他一直在想办法 怎么办法呢 他最大的一个工程 就是说 当我们有一个新的机场 从讲义一路 到这个城市中心的时候呢 他就跟呢 当时的国家公园 叫做Park and Recreation 就说呢 我们要在这个 东海岸大道 要植树 那植树呢 要有纪律的 这些树呢 能够快高长大 扑开率很大的 主要是说 如果你这个商人 百姓要不要投资 为什么要投资呢 这个地方啊 什么都没有 资源也没有 那人民的数字也很低嘛 可是呢 我们有的是 破例 纪律 也配合政府的政策 所以呢 如果一个商人啊 从下飞机 走那个东海岸大道 他看到啊 哇 这个美丽的这个组屋 组屋可以建啊 树木呢 要等时间 那么如果有树木 觉得哇 这个树木 一直这么漂亮啊 一直从机场到市中心 有一种纪律 这个人民呢 一定是有一种使命的 所以呢 它很重要 他就跟这个国家公园 来讲说 我要的是Planted Tray 要种的树 不要种野树 而且这种树 没有纪律的 你学很多这个城市国家 你可以看到树 这个树呢 又没有好好的保养 又没有剪接 又肮脏 你看我们的树木 都是非常健康 整齐 而且它也注意说 要有漂亮的花了 它要达到这个目标 之外 如果要进进发展呢 又有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很压迫 所以说 在大厦的周围 组屋的周围呢 要种树 所以它就 吩咐HTB 尤其是市政理事会说 你们不只是清理 邻里的一些垃圾的 也很重要的要植树 所以呢 我们在每年植树节呢 就到处在HTB的区里面 就种了很多树 所以种树 对他来讲 是不是有一种纪律 它是不是 比较是一个 先人讲的 龟毛啦 就是比较细心 比较细致的人 所以他通过植树 也让大家 能够保持某一种纪律 保持卫生 保持健康 这个是肯定的 第二点是 要保证凝聚力啦 因为我们大家一起种树 就种龟树感嘛 你种了这个树 十年后 你跟人孩子讲 你看这个树 我们已经种的 现在快高长大了 尤其是在果树 所以我们呢 这次在植树的时候呢 我们也去 看了以前 李光耀种的树 哇 现在这么大了 现在这么漂亮 就有回忆 讲到纪律 是很重要的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没有什么资源嘛 但是我们有一种使命 有一种纪律 纪律更是人民配合的 也有信任嘛 植树运动 已经持续六十年了啦 我们就达到了 一定的认同 一种使命 所以新加坡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 一种国情 当时有提到 花园城市这样的名词吗 花园城市是 早期 它这种概念 说我们要把这个城市 变成一个花园 那么花园里面 也有城市 之后呢 国家公园就提议说 我们呢 现在把名字 稍微改一下 从花园城市 变成了花园里的城市了 就是City in the Forest 也就是Garden City 把它的范围 更加扩大 所以你看到森林 森林里面呢 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那城市里面呢 居住新加坡人呢 他们有使命 有纪律 有一种凝聚力 可以达到某种目标 从六十年代 甚至是五十年代 他刚刚从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新加坡 是一个怎么样的新加坡 因为我们好多人 那个时候还没出世 所以当提到说 通过植树 通过卫生 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一点 对于就是现在 六十岁以下的人 大概都没有概念 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当时的新加坡是怎样的 我有精神体验到 我是1954年出生的 所以呢 我就经历过 当时的这个过程 当时新加坡 就是很多树 可是树都是野树了 我们要建这个组屋 就把很多树砍掉 我住的地方 也是一个政府的组屋 是租的 在女皇镇 那么当时要建路 要建房子 就砍掉这些树了 建了房子 我们怎么高兴 怎么树了 对我们来讲是 没有什么作用的 建了房子 这么爽 可是建了房子之后 我们也感觉到 好像很乱 灰尘很多 那么下雨的时候 泥水那也是很多 当时的政府 就是说 我们砍了树 我们现在栽种一些树 来缓和这个环境 首先是要缓和了 然后再改善 然后美化这个环境 所以当时新加坡 是一个很昂藏的地方 讲老实话 三餐都不能解决 这么想到清洁 那么之后 它就追踪我们的生活的 问题改善后 我们就想到 想要美化我们的环境 尤其我们的河流水流 你看以前 我们把大西 丢在水沟里面的 水沟的水 就送到河里面去 那么我小时候 也是那种河 里面有水 去抓鱼 水肮脏 我们也没有感觉到 但是没有感觉到 真的是没有感觉到 黑黑的 我们也进去抓鱼 所以可能理官要去感觉到 这个不是办法 我们又肮脏 那个新加坡河又臭 那我是莱佛寺中学的学生 那么这条河是很肮脏的 对 我听说 以前如果是大车下坡 就是到牛车水那一带的时候 他可以在车上打瞌睡 然后经过新加坡河 之后会醒来 因为闻到那个臭味 就知道 下一个站就是到了 而且问题是 如果是大雨的时候 会寄水 新加坡河寄水 乌鞋路每次都寄水的 像我坐巴士 从这个女王阵到莱佛寺 如果是大雨 这个巴士不能走的 垃圾都从河流上 都缝出来 所以当时淹水 阻塞 污染 而且很多人生病 导致没有什么 直接的吃来水 所以当时的环境 现在的年轻人 是不能想象 看不到也想不到 以建国总理自己来讲 他是一个挺爱干净的人 像刚才您也说 他是出生在一个中上 甚至是富裕的家庭里面 他又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 我记得还有一个 就是清洁运动 还要去扫街 他亲自拿了扫把去扫地 鼓励人民就是 我做总理 我穿了短裤 一起跟你们处理物化的问题 希望大家要保持的环境干净 他这个文明的社会 不只是有钱 但是要有一种纪律 要住在一个清洁的环境里面 不可以乱丢东西 我叫垃圾虫 垃圾虫 这是我们想出来的 你不要做一个垃圾虫 垃圾必须要丢在 适合收集垃圾的地方 我觉得这点也是现在很难想象的 就是当时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他还需要花那个时间跟那个精力 除了改善生活之外 还要去把这个人民的数字弄起来 而这个人民数字 就从最基本的生活 打扫卫生 植树这些地方开始 当时你觉得他在说服大家的时候 有这么容易吗 李光耀是一个非常有说服能力的人 他演讲会迷人的 他讲的东西人家会听 当时他的综合不是很好 更早期他是勉强的用福建华 所以人家看到李光耀 有亲自亲为的去扫地 去植树 弄张他的手 他们就觉得 这个领导的话 我们可以相信 我们要配合他 把我们的领理做得更好一点 谈到植树 我们也会提到全球暖化的问题 他在世的时候 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做记者的时候 我碰到了一个 跟全球暖化有点关系 就是我们的水不够 他就推动这个新生水 水源的问题跟全球暖化 他在世的时候 他是怎么看的 当时您也应该在环境水源部 当时这个问题 是有一些政治的味道的 因为当时马来西亚 一直威胁我们 他说如果关系不好 或是我们不喜欢你们 我们会把柔佛的水关掉 当时我们要想办法 我们缺少资源 那么最关键的资源是水 没有水我们是不能活的 所以我们靠雨水 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是很贵的 所以他讲到新生水 当时新生水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像你知道这个游轮 它是用新生水的技术 当然因为游轮的游客 都是能够付钱的 对对对 如果小市民喝的水 煮饭的水 用新生水是比较贵的 所以当时他就跟PUB谈 怎么样把这个新生水的价钱调低 当然从科技方面可以达到 不是最便宜 可是达到人民能够付得起的价钱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心理障碍 这是新生水 附近的话是碱满水的 对对对对 马来西亚像我们喝垃圾水 垃圾水是碱满水的 你们去喝 所以当时我们要克服这个新的障碍 所以在组织那个新生水运动 有一次国庆全民 就算是李光耀先生 也亲自的在电视直播的时候 就喝新生水了 水是一个国家的资源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说你不要浪费水 我们水是生命的来源 没有水的地方就没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很辛苦的 能够在一个小岛里面 水源不住的国家能够达到 水源差不多可以住 现在还不是完全住够 我们还是要靠新生水 还要靠马来西亚的水 但是因为新生水跟海水淡化 毕竟处理的费用还是高过 天上掉下来的水 还有买林果的水 但是至少它解决了一个长期的问题 我们就比较不用担心说 没有水的这个问题 因为至少自己可以去净化那个水 所以它一直想办法 怎么样在一个面积这么小的地方 能够收集全部的水 天上下来的水 那些污水 所以想到 首先我们把水源全部清点化 不要乱丢垃圾在那个水垢里面 水垢的水流到新加坡河 然后水源河就流到海里面 这是浪费来的 所以想到就建一道水坝 叫Marina Barat 那个是几百万的工程 所以已经成功了 是吗现在 所以那个地方也是一个花园 也是一个水垢 也是一个娱乐中心 那边的树面也是非常漂亮 其实从环境本来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 植树 打扫干净 看起来是一个小事 到最后它却是成就新加坡这个城市 国家的一件大事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现在我们走向另外一个经济的阶层了 就是我们要一个智慧国家 要引进一些比较有素质的人才 这些人可以选择很多国家的 他们来到新加坡 就是因为你的生活的环境非常好 蓝天白云 空气新鲜 鸟有花香的地方 所以这个大环境 是吸引他们来的一个原因 就是看起来本来好像是雕虫小技的事情 但是你全部凝聚在一起的话 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人民的素质 新加坡现代史离不开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名字 没有强大的经济 拿来强大的国防力量 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 也就没有新加坡 他审时夺势的睿智 面向世界的视野 带领新加坡迈向独立 创造小国生存的奇迹 我经历过区域与世界上 许许多多经济和政治风浪 他们塑造我思想中一些不变的基本道理 李光耀 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 可说是新加坡政策的基石 让我们可以从中了解 新加坡的过去 现在甚至未来 为纪念李光耀的100岁名诞 联合早报推出 李光耀 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有声书 由著名朗诵家张妙阳为李光耀配音 联合早报订户可优先在网站和APP收听有声书 配合有声书的推出 实体书再版发行 在各大书局发售 如果你认为我这只是在老调重谈 那你将来可能后悔莫及 让我们继续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还是硬道理吗 顾先生其实除了在国家政策方面 有跟建国总理共事国之外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在丹隆巴格变政集权区之前 其实就已经一直在跟他做基层的工作 在基层方面 你最难忘的是 他怎么样的一种基层工作 他非常关注明星 那么有一次他农历团拜的时候 他在台上 那我坐在他隔壁 他看到台下的时候 哎 猜忌 为什么台下都是老人呢 我说因为老人呢 他的孩子们没有办法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啊 没有新的主屋 那么他们的孩子呢 都搬到比较远的地方 北部啦 东部啦 或是西部了 那么地方呢 老化得非常厉害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八九十岁了 他说这群人都跟住你的 他们还是六七八十岁了 他说这个不行 如果这样啊 他就把他变成一个非常没有活力 一个老人去的 你懂吗 尤其是我们这位靠近城市 所以他说你想办法跟发展不配合 我们要加速改善这边的居住环境 让年轻人进来 那最主要的不只是美化而已 美化是比较容易的 植树也是比较容易的 只是没有组屋啊 年轻人怎么办进来 没有办法嘛 所以当时我们就把欧南园的那些组屋呢 就拆掉 把他们呢 重建在 南园巴格叫 肯德门岛 当然也不够 最后呢 就是一个宾里够 南园巴格的标志 这个地方 面积很小的 那边有我们的旧的联络所 而且有两栋房子 是主屋一主二 这是非常简陋 早期是出租的 这两栋房子 我看过那个照片 当时就是那种一房一厅的 主屋所 对 当时是行动党的一个标志 就是说啊 你投行动党的 你能够有机会 住在这种房子 那个是1960年代 对 这是林青山先生跟他建的 那么我跟他讲啊 这两栋房子 已经是非常旧的了 当然是我们的标志 大白一跟大白二号 我们把它拆掉 面积很小 这个我们盖 50楼的主屋了 他就说 这个办法是可以 但是他说 面积很贵的房子 他们付得起吗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在最小的面积里面 建最多的房子 所以我们这边建了 这个1000多户 家庭 50层楼的 这么密集的主屋呢 当然要美化环境 所以现在你去看 Pinnacle 是非常漂亮的 数目很多 而且他的房子很贵 现在都100多万的 现在是很贵 他的房子已经10多年了 他第一次收买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比较便宜的 那么当时呢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 年轻化 当中巴克 要鼓励居民的孩子们 来申请 所以很多申请到了 可是他们认为 价钱高了一点 所以他们又退出 所以他们现在后悔 Pinnacle 这个我记得是相当抢手的 但是相比之下 还是比其他的地区贵一点 建国总理 他当时是怎么看待 主屋的价格 跟物质上面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挺佩服 他看到把这个环境 变成社会公平的一个手法 变成社会公平的一个手法 就是使到不管你是住在怎么样的主屋 即使你是住在三房市 或者你住在公寓市 你用的是同样的街道 同样的公共设施 现在有了这个Pinnacle之后 那边的房子就变得特别贵 人们看到这些房子的价值 而不是看到那个公共设施的价值 这一点你觉得 他是不是也有一点遗憾 这个我看不会 因为Pinnacle价钱高 是因为他的地点好 早期地点不是说非常犹豫的 现在又有一个地铁 Canderman MRT 可能在几年后可以用了 当时没有想到 价钱会这么高 刚才我讲了 我们出售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要 我们也没有想到 价钱飙到一百多万 我记得好像起步是 30到40万 他不是oversubscribe 第二期是2012年的时候 大选前 我们那个时候是oversubscribe了 价钱高 是因为环境非常好 他跟联络所合并了 那个联络所是他的私人俱乐部这样 如果你说他贵 是有点贵 不过如果你跟旁边的私人组物 完全不能比 还是很便宜 而且你看到私人组物 它里面都没有什么树木 环境也不会比别人更好 虽然他价钱比较高一点 可是价值还是保留住的 所以那时候你跟他一起做基层的时候 他最关心的是名声 名声问题 他有没有哪一些问题 是他觉得很难解决的 他是一个很乐观 也很有一种使命感的人 有问题 他会解决他 他没有一次错 我们错不到的 当然他在人生中 克服种种问题 所以你跟他工作 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不能克服的 你不会觉得说 他的要求这么高 我很难实现吗 他的要求是比较高一点 不过他也是一个 非常realistic 现实的人 今天达不到的 我们努力 可能明天会达到 后天达不到的 我们再努力 可能有一天会达到 所以他不会放弃 如果这条路不能走 他会走另外一条路 终点达不到 可是半终点也是好 所以他是一个 不会放弃的一个人 所以你跟他工作 真的有一种使命感 他能说服你说 为什么你要跟他工作 当时他叫我去重镇 去丹庸巴格 就是说服了我 不只是我了 是很多人 重镇之前你在大学里面 做学术研究 是什么让你决定去重镇的 我是1991年重镇的 当时我这些朋友 也是重镇的 所以他叫我 你来做一些基层工作 当时在大学里面 时间容易配合 所以我去帮他 做一些基层工作 我现在很有意义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 会做议员 也没有想到去丹庸巴格 跟李光悦一起工作 九二九四就爱上他 他们就问我 你要不要进一步的 跟我们合作 做这个候选人 我就说OK可以 为街坊服务 我会跟我在讲 这个我很自豪 这些人 我已经从政权退下 大概十多年了 但不只记得我 记得我那些芝麻小事 如果我们说是芝麻小事 对他们是名声问题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人生 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 您刚才讲到说直属 李治郑也很在意 这个纪律 他有没有哪一年 是没有去直属的 根据我所知道 从63年到2014年 他并有一次缺席的 他是风雨不足的 跟我们分享一个小故事 2003年10月29号 李夫人在伦敦 他们两个人在伦敦的时候 李夫人就中风了 那么他就赶紧地把李夫人 从伦敦飞回新加坡治疗 他飞回来的那天是星期六 11月1号2003年 隔天呢 礼拜天呢 是全新约莫指数节 那么呢 我们就筹备了嘛 每天都筹备 那么礼拜天早上呢 他的秘书打一个电话 说李光耀先生刚刚昨天到 他很累 而且他夫人在医院 可能今天他不会出席的 他尽量看 跟你们配合 不过如果他不能出席呢 你们呢 也要进行 所以我跟我的团队就分享 他可能不能来了 所以我们也 有点失望 但我在想啊 他可能一定会来的 可能我也不能 百分之百的有信心 可是到了时间呢 他的法案人员跟我讲 他已经在Oxley Road出发了 他要来了 所以你看 当时他是很累 我还看到他很累 他还是马不停蹄地呢 跟我们分享演讲 而且去知数 然后就看了一些 做好的书 他说 好像在一个将军这样啊 你上战场呢 将军已经会到的 他不会丢掉他的军队的 所以您在1991年重整 可以说在建国中尉李光耀身边 看着他慢慢变老 变老变弱 这个过程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因为他在1991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在大学最后一年吧 印象之中他还很健壮 我第一次看到他在中东府啦 我去面试的时候啊 哇他好像一只门壶这样啊 那么旁边的一些部长啊 都静静的 只有他跟我对话也 哇很害怕 因为那个地方啊 又冷哦 这么多那个部长在那边 那时他是67岁 像一只门将一样啊 所以从那一天 我跟他接触了25年啊 后期一天 我也是很伤感 那看到他 就是人老了啊 他要做的事 他就不能做 他的脑力还是很好 他分析力还是很好 可是因为他老了 他的行动不方便 而且语言上呢 可能也是有一点慢的 讲不清楚啊 讲不清楚 这个是很自然的啦 像我母亲91岁 都比老理不如啊 所以呢 也是没有办法 尤其我看到 李光耀夫人走的时候呢 他的确是打击很大 他的健康呢 就一落千丈了 可是一年后 他又恢复了 身体又恢复 可是最后一年 最后六个月 的确是很弱了 录这本书的张妙阳老师 他在访问的时候 还有说 他看了有一点伤感的事 李自然 在他太太中风的时候 他不是每天晚上 要念诗给她听 然后要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 因为他要照顾他太太啊 他说那段时间 其实对他自己的身体 也是有受影响的 所以在这些年里 他为新加坡做了很多 大大小小事情做了非常多 而且成功了很多 您觉得他在这个人生之中啊 他有没有什么觉得 他自己拿你做的不好 或者他有什么遗憾的 他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一点 他唯一的担心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 一百年后 两百年后 新加坡是否能够存在 他没有办法预测 在有生之年能够做的 政策能够定好的 他就做 可是他也没有保障 说一百两百年后 是否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新加坡 你看到这些很多国家 他们在成长的时候啊 哇非常慰望 然后呢可能到了高峰啊 就慢慢的垂落 变成了一个废墟 所以他在有生之年呢 把好的基础打好 那么之后呢 他就交给下一半名老人 所以在他卸下政治职务的时候 他还在国会里面啊 他是议员 对他是一个普通议员了 那个时候他在基层里面的活动是怎样的 或者有没有跟他聊天的时候 谈到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在内阁的时候啊 他是比较忙嘛 他有出国啦 有参与内阁工作啦 是吗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每次跟他呢 都是讲工作的 吃饭的时候讲工作 无助不讲工作的 他从内阁推出来之后呢 他就比较多时间 那我们接触的机会又多了 所以我们呢 经常呢 几个月吃一春晚餐 他就跟我们分享 他个人的感想啦 感触啦 他从内阁推出来的时候呢 我跟他的接触机会更多 而且呢 那时候不讲工作了 就是讲人生啦 讲他的经验啦 也是跟那个4G的 新的领导生说呢 今后新加坡要你们呢 不能放弃 他说有一天 如果我们要遇到困难 肯定会遇到困难的啦 我们必须要克服它 所以他已经激励 这个第四代领导人呢 说你们不能放弃 对他来讲 困难是一定有的 但是解决方法也一定有的是吧 解决方法就有看 他们的年轻人的一种毅力 非常感谢顾彩基先生 到报业中心来 谢谢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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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 看一下 仔细个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